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白玉兰奖投票预测 无人在乎是地势后,肖战,唐烟人气已断层。 备受瞩目的白玉兰奖提名名单通常在5月揭开神秘面纱, 然而近期网络上的热烈讨论却提前点燃了期待的火花。 剧迷们如同沸腾的海洋,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地为心爱的剧集摇旗呐喊, 他们绝对值得赢得白玉兰奖。 这种热情高涨的背后,是日前央视网文娱大胆预测的入围剧目, 其中包括时不令人期待的大作。 在这些提名中,周迅主演的《不完美受害人》虽然得票暂时垫底, 但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这部剧早在电视剧品质盛典上便大放异彩, 一举懒获九项大奖, 而周迅更是凭借精湛演技荣英事后桂冠。 剧中,林看这一角色虽身材娇小, 却蕴含无穷力量。 他的冷静理智在关键时刻绽放出无比坚韧的光芒,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势不可挡。 尽管周迅早年凭借《洪高亮》中的出色表演 赢得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荣誉。 但他后续的立作如异传, 却因为能在电视上播出而错失奖项角逐。 这部剧后来因公斗题材被下架, 无疑让人为之惋惜。 仿佛是一次陪本传吆喝的尝试。 在他的演艺生涯中, 如意似乎成为了唯一为获奖的角色, 成为了一个略显遗憾的存在。 然而, 这次的白玉兰奖竞争激烈, 特别是刘林凭借父辈的荣耀 在网络投票中表现出色。 该剧的收视率亮眼, 并成功入围2023年的剧集精选。 在年度盛会上, 导演康宏雷与演员刘林均获得了重要奖项, 他们的作品无疑给周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在剧中, 刘林饰演的存花角色温柔善良, 质朴无华, 他的表演同样引人注目。 这场角逐, 周迅能否凭借不完美受害人逆袭, 让我们拭目以待? 尽管刘林在演艺界耕耘多年, 令人惊讶的是, 他的职业生涯并未得到主流奖项的充分认可。 无论是他在父母爱情中塑造的深情小姑子德华, 还是在知否中令人难忘的大娘子角色, 他始终与三大奖无缘。 这似乎让许多观众感到不公, 他们强烈呼吁白玉兰奖应给予他应有的荣誉。 尽管奖项本身可能无法完全衡量他的演技, 但他已经在观众心中赢得了五勉之王的地位。 如今的白玉兰奖评选标准日益多元化, 除了对作品的艺术性和观众口碑的考量, 人气也成为了决定因素。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榜单中, 新生代女星如85后和90后的身影已经占据了显著的优势。 迪力热巴、唐嫣和李沁等都是备受瞩目的热门人选。 然而,流量明星的力量既是助力也是挑战。 公诉因女主角的引入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争议。 其评分仅停留在6.6分, 被批评为整体尚可, 但普普通通的法制宣传剧。 这似乎反映出, 粉丝的狂热追捧并不一定能确保作品的深度和质量。 相比之下繁花和追风者凭借扎实的口碑脱颖而出, 前者以8.7分的高分傲视群雄, 且得到了权威认证。 汪小姐由唐嫣饰演与沈小姐由李沁饰演的对决, 无疑成为了一次演技的精彩较量。 繁花更是横扫多个盛典, 从导演到演员, 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荣誉, 特别是唐嫣所扮演的角色。 以其饱满的人物塑造和生动的表现力, 赢得了观众的高度赞赏, 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魅力。 尽管马依离展现出精湛的演技, 她的表现只能算作一次显著的突破, 至于剧中的女主角身份, 是双女主还是女配角, 目前还未公开。 相比之下, 刘琳获奖的可能性似乎更为恰当, 毕竟周迅和马依离已经多次荣获事后殊荣, 而刘琳却长期无缘, 命运多喘。 白玉兰奖的最佳男主角竞争异常激烈, 五位实力派演员争夺桂冠, 丁永代在《南来北往》中的卓越演艺, 范伟在《漫长的季节》中的深沉内敛, 胡歌在《繁花》中的细腻情感, 王凯在《大江大河三》中的稳健成长。 以及肖战凭借梦中的那片海中深情的肖春生角色,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尤其肖春生的角色去年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他的形象如同明亮的北京青年, 被中央电视台赞誉为青春与传奇交融的交响。 在近期举办的上海电视剧品质盛典上, 尽管肖战因故未能亲临现场, 但他通过视频表达了感激之情, 并表示将不断努力。 近年来, 奖项开始更多地给予新人演员展现的舞台, 然而像白玉兰奖这样的权威奖项, 可能更侧重于考量角色的挑战性和完成度。 在过去的对决中, 王凯的《大江大河》系列承载着粉丝的厚望, 然而每次他都面临着强大的对手。 初次入围时, 他在《都挺好》中与《尼大洪》饰演的苏大强侠鹿相逢, 后者深入人心, 获奖实质名归。 而第二次入围, 又恰逢觉醒年代口碑和收视双丰收, 使得竞争更加激烈。 在2023年的影视盛宴中, 两部作品犹如璀璨的明珠繁花 以及电影级别的视觉享受傲视群雄, 引领风骚, 相比之下漫长的季节, 则凭借其深度剧情和精湛制作, 被公认为年度真正的王者剧集, 无可撼动。 当范伟的身影闪现, 仿佛预示着弑地桂冠的降临, 他所塑造的角色, 无论是悲惨的可怜还是令人痛恨的可憎, 都栩栩如生, 如同生活的复杂画卷, 让人在绝望中感受到一丝丝微弱但坚韧的希望之光。 然而南来北往中的丁永代同样展现出卓越演技, 他的表演令人赞叹。 尽管如此, 与漫长的季节相比, 剧本的质量却略显不足, 无法掩盖后者的光芒。 总的来说, 这一届的白玉兰奖竞争激烈,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观众的心中都充满了难以平息的情感。 评委们的抉择显得尤为艰难。 每一部作品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让人心生期待。 这场奖项角逐, 无疑将成为一段难以忘怀的影视历史篇章。